大家好,这里是魂创基地,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翻墙 这个话题我相信很多人都是比较感兴趣的 因为国内的政策,上外网需要通过特殊的手段 我也相信能看到这个视频的小伙伴肯定是通过某种方式进行上外网 那你知道翻墙有几种方式吗? 你的方式是最安全的吗? 翻墙主要有三种方式 分别是VPN,机场和自建节点 接下来我们分别讲一下这三种翻墙方式 应该怎么选择,哪种最安全呢? 首先第一个是VPN 相信很多小伙伴第一次翻墙大部分使用的是某些商家的VPN 因为这种方式是最简单最便捷的 而且支持跨平台,稳定性也比较好 只需要安装一个软件,然后点开始就可以愉快的翻墙了 那什么是VPN呢? VPN它的全称是虚拟专用网络 可以理解为在公共网络上搭建一条加密的专用通道 让流量数据就像走在一条安全的隧道里一样进行传输 它没有铺设真正的物理线路 而是通过软件和协议在公网中模拟出一条专线 数据经过加密和身份验证 只有授权用户才能够访问 那外部无法轻易的窃听或者是篡改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首先,你的设备通过VPN客户端发起连接 然后数据会被加密 再通过VPN服务器进行转发 外部网络看到的只是加密的流量 而不是你真实的访问内容 最终访问目标网站的时候 显示的IP地址是VPN服务器 而不是你本地的IP 简单来说,VPN就像一条加密隧道 既能保护你的隐私 又能让你在不同网络环境下安全、自由地访问 VPN在多数的国家是一种合法的网络安全工具 广泛用于企业远程办公、科研、跨境业务等场景 如果你是一个从事外贸的用户 那么VPN是你不可或缺的工具 少数的国家对VPN的使用有严格的限制 尤其是涉及翻墙访问或屏蔽网站的时候 可能会触犯当地的法律 比如在中国大陆 个人违规使用VPN可能面临警告、罚款等 当然如果你是科研机构或者是跨境电商、外企等 确有这些需求的单位 可以向主管部门申请合法的VPN专线 还有就是VPN技术本身是中立的 关键在于使用的场景和所在国家的法律 在中国的大陆 未经授权的VPN都属于是违法行为 而在美国、欧洲等地 VPN则是合法且常见的隐私保护工具 下面这张图就是VPN合法性对比 我们来看一下 VPN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欧盟、澳大利亚 和香港、台湾都是合法的 但是在中国大陆是有着严格的管制 仅允许政府批准的VPN专线 个人私自使用属于违法 在俄罗斯VPN属于限制 并没有列入违法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什么是机场 那为什么叫机场呢 这个机场不是我们普通意义上的机场 而是把服务平台比作机场 每一个节点像一条航线 用户买票后可在不同的节点间切换 所以俗称机场 机场可以提供多个地区的代理节点 比如香港、日本、美国等 它是通过Clash、ShadowWorked、V2Ray等客户端 导入订阅 一键更新所有的节点 它可以帮助用户突破网络限制 提升跨境访问的速度 机场常见的协议有SSR、V2Ray、Twingen、WearGuard等 而且机场大多数是按月或者是按流量进行收费 速度和稳定性取决于机场主的上游线路质量和带宽 一些机场是能够解锁 奈飞、迪斯尼加、ChadGPD等海外服务 很多人都会同时订阅多个机场 以防止某个机场不稳定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VPN和机场的对比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最关心的节点数量 一般VPN只有一个或少量的服务器 而机场可以提供多个地区的节点 比如香港、日本、美国、新加坡等 用户可以自由地进行切换 在稳定性方面 VPN取决于单一的VPN服务商线路的质量 而节点就比较多 如果一个节点挂了 可以更换其他的节点 它的灵活性比较高 但是如果机场主跑路的话 风险是更大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VPN和机场 它们各自的缺点 首先是VPN的缺点 第一个是速度会下降 数据需要加密、解密 并绕路经过VPN的服务器 那通常会比直连要慢很多 第二个就是依赖服务商的可信度 不是所有的流量都经过VPN的服务商 如果服务商记录日志 或者是出售我们的数据 那隐私反而会有更大的风险 第三个是不能保证完全的匿名 登陆谷歌、Facebook等账号时 可能会被平台追踪到 还有就是第四个 部分国家受限 在中国大陆、伊朗、阿联酋等地 未经批准的VPN是违法的 第五个是优质的服务需要付费 免费的VPN往往速度慢 流量有限 甚至可能被暗中收集数据 还有就是第六个 兼容性问题 一些流媒体如奈飞 会主动封锁VPN的IP 导致没有办法进行观看 第七个是连接不稳定 低质量VPN可能会掉线 真实的IP会瞬间暴露出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机场的缺点 首先是合法性风险 在中国大陆 机场属于灰色违法服务 使用存在法律的风险 第二个是稳定性不可控 节点可能被封锁 速度忽快忽慢 尤其是在高峰期 第三个是跑路的风险 机场主通常是个人 或者一些小团体 可能会因为各种的原因 突然的观战 那用户的资金和订阅 无法得到保障 第四个安全性不足 机场主理论上 可以看到用户的流量 如果没有严格的加密 或者是日制政策 隐私风险会比VPN还要大 第五个质量参差不齐 有的机场只是二手转卖 上游的节点 带宽有限体验差 第六个机场比较依赖 第三方的客户端 需要使用clash 小火箭 V2ray等代理工具 新手上手门槛可能比较高 第七个是售后服务有限 很多机场没有正规的客服 出现问题只能靠 Telegram群或者是自助解决 看完VPN和机场的缺点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自建VPS节点 这也是我最推荐的方式 自建VPS节点是完全自己掌控 包括服务器配置 加密方式 端口 协议等 不依赖第三方的机场主 避免跑路风险 隐私性也更高 所有的流量只经过你自己的VPS 不会被第三方服务商记录或监控 日志是否保存 完全由你自己控制 IP的纯净度也会比较高 自建的VPS IP通常是独享的 不像机场那样多人共用 容易被流媒体或者是网站封锁 更容易解锁奈飞 ChatGBT等服务 成本可控 国外的VPS最低仅美元一个月 长期算下来比高价的机场更划算 还有一点是VPS不仅能搭建代理 还能顺便建站 跑脚本 一个服务器可以有多种的用途 可以说是拥有非常高的学习价值 通过搭建过程能够熟悉Linux 网络协议加密方式 提升你的技术能力 自建VPS节点也有很多的缺点 第一个就是技术的门槛比较高 需要懂Linux基础 命令行 网络配置等 如果出现了问题要自己排查 没有客服可以依赖 第二个是被封的风险 VPSIP可能会被抢 或者是被封端口 需要频繁的换IP 或者是调整配置 一旦被封 服务中断 体验可能还不如机场来的稳定 第三个是单点故障 自建的节点通常只有一到两台的VPS 线路一旦出现问题 就没法进行更换 而机场往往有几十个节点 灵活性来说更强 第四个 带宽与流量的限制 VPS提供商通常有流量的上限 一般都是ETB每月 超出的话需要加钱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人使用 ETB的流量也足够使用 你可以选择例如斑瓦工的VPS 它那些拥有C2优化的线路 但是价格可能会更加的贵 好了 以上就是上外网的三种方式 不知道你有没有明白 我们也可以打个比喻 VPS就像是高速公路 选对平台安全更合规 但可能限速收费比较高 机场就像民间的拼车 路线多灵活 但安全性和可靠性要看司机的水平 自建VPS就像自己买车 想怎么改装都行 但是要自己修车加油保养 所有的优点和缺点一目了然 那最后我建议是 如果你不怕折腾麻烦 可以选择自建节点 将所有数据掌握在自己手上 我是不喜欢将不确定性交给别人 当然如果你懒得折腾 可以使用VPN和机场 但是要做好甄别 最好选择大厂或广为人知的 下一期视频我会分享如何购买VPS 搭建节点的教程 如果感兴趣 请点赞关注鼓励一下 我们下期见